你们这是在这边窝的吗 这里面还有人住吗 有人住 有人住 就是这个四号月已经空了了 没有空了 他有人 今天没回来 今天没回来 今天回来一会 你们是昨天晚上去的这是住的呀 今天来的 今天来的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点 一会儿就在外面打火了嘛 你住车上了嘛 啊 大吼啊 他吃一个小苹果 这种生活感觉好享受啊 好享受啊 嗯 人都比较热了 嗯 你们经常这样出去我吧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出去一次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呢 我们走了几十年了 老根据地 老了 我 我也能住不潇洒就好了 你现在就潇洒了 我去看看那四合月 这呢是在他们视频当中发现的一个地方 然后巧克力来看看 四合月 这些旅游是真潇洒 帐篷 吊船 这个房间看起来也不错的呀 还没有废弃 小的四合月 这些房主现在很少回来 一周一次 为什么这边的门槛都这么高呢 富贵牡丹 这种还是用 那个薄膜做的窗户 但看不到里面 大山深处 这边的环境看着是真的非常舒适 我都想买块房子在这边住了 清净 还晒了很多土豆在这边 看来主人家是一个喜欢养花花草草的 我要不也去把帐篷拿出来 加入他们的大队好了 只是 怕有点尴尬 趁吃趁喝不好 算了 还是走吧 房主还种了一些玉米和四季豆 柴火也堆得好好的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 猪圈 养生畜的 然后这边厕所修的特别好 就这个厕所看起来 有点 与是格格不入 这里面 应该是羊圈 之类的 房子这个厕所呢是真的非常方便 还有纸巾留着 好吧 感谢了 房子虽然不在 但 他们玩的真的很开心 好香好香 好香好香啊 我放一个 大哥你应该学过厨师吧 业余的呀 业余的都做得这么香 这是鸡吧 排骨 排骨 好吧 你们慢慢玩 不用不用 谢谢了 拜拜 真幸福 其实这么美的环境 我还是蛮想留下来 但是又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最好还是不打扰 真的是人间仙境 我在这大山里面 是不是都能残寿几年 我现在看起来 但是哪里 在那里面 感谢观看